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收听《清晨甘露》,今天是9月21日,我们要默想的主题经文出自耶利米书32章41节,我必欢喜世恩与他们。 神欢喜属他的圣徒,实在是信徒所当快乐的一件事。 我们不明白我们有什么理由使神欢喜,我们不能使自己欢喜,因为我们常有悲哀,常被重担,想到我们的罪,看到我们的不信,我们也怕属神的人不能欢喜我们。 因为他们必知晓我们的缺陷和欲望,他们非但不羡慕我们的美点,反而为我们的过犯伤心。 但我们却喜欢靠着这超然的真理,这荣耀的奥秘而生存,新郎怎样喜悦心腹,神也照样喜悦我们。 圣经中从没有一处说神欢喜中年积雪的高山,或是晶莹的明星,但我们却读到过他欢喜住在地上的人,他喜爱人的儿子。 圣经中也没有一处记载着他对基督伯和撒拉夫说你却要成为我所喜悦的,因为耶和华喜悦你,但他却这样像我们这些被罪所败坏,被拯救,被高举,并被他的恩典所荣耀的人说过。 他表现他欢喜他名的话是多么清楚有力啊。 谁知道永生神会唱出这样一支歌来呢? 但经上说,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欣喜乐,漠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 当他查看他所造的世界时,他说都甚好,但当他看耶稣的血所买来的,他自己所拣选的名时,无限之神的伟大的心不能意志的喜乐便像歌声一样涌流而出。 我们不当为他奇妙大爱地宣告存着感恩的心,回答说我要依依和华欢心,应就我的神喜乐吗? 神欢喜施恩于我们,乐意赐福于我们。